新华社9月7日报道,外交部7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,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汉会介绍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,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丹有关情况,并回答记者提问。 张汉会表示,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11日至12日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,东方经济论坛由普京总统2015年亲自倡议举办,是俄罗斯推进远东合作的重要举措,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席东方经济论坛,也是下半年中俄最重要的双边高层交往。 在俄期间,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一系列双多边活动,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普京总统执行年内第三次会晤,出席签字以示,共同回见记者,并出席普京总统宴请。 两国元首还将共同出席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人文、经贸、地方等配套活动,习近平主席将跟论坛全会认致词,只请出席论坛其他活动,并同出席论样,对有关国家领导人、友好交流。 张汉辉指出,近年以来,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,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呈现更加积极的发下赤头,进入高水平,大发展的新时代。 此次习近平主席应邀赴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,延续了中俄双方相互支持对方举办中亚国际活动的良好插头,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,也体现了中方对参与远东合作的高度重视,以及同地区国家一道,促进本地区发展繁荣的坚定决心, 必将进一步引领中俄关系,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,有力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,推进双方远东合作取得新成果。 同各方携手促进本地区和平、稳定、发展,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,相信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,习近平主席次次出访,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,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。 开启地区和平稳定、互线合作的新进程,原题为外交部就习建平主席赴俄罗斯,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丹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。 点赞 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